我們有一個我們的訴求,就是我們覺得我們的寧議局長其實是表現是不及格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由這些團體來告訴我們具體他在哪一些文資的作為上面 因作為不作為或是違法濫權 那中間也會有行動劇 那第一個我們舉出的他的不及格的事證呢 是他違法濫權跟辦事不利 那首先呢我們就要請我們這十年其實是非常努力要保護文資的新北投車站這個議題的團體來幫我們告訴我們說新北投車站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好,各位媒體朋友好,大家好 那我今天代表新北投的團體來這邊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新北投車站他從離開了台北市以後到現在已經二十五年 那二十五年這一段時間來曾經發起了很多所謂的一個保存運動 希望他回到我們北投來 那但是我們在到年第三年裡面確實到彰化區做這樣子的一個證據去確定說他可以回到台北市 那但是我們從可以看得到啊,他的彰化曾經養育的暫定移籍 可是回來到台北市以後,因為台北市政府的過去的一個跑龍邊市府的一個便宜行事 所以也就導致了他回來以後反而沒有武士身份 那在整個過程當中他從我們過去開了幾期記者會 應該我們有媒體公有也會知道 他完全沒有用武器的一個修復辦法 所以他的拆解是一直被亂來 那現在已經進入到了所謂的設計標的這個階段 設計跟重組這個階段 那我要給各位媒體看一看 這個其實我們在二月份的時候 我們也跟林局長做了一個反應 上面的設計圖是原始的設計圖 也就是說這邊是我們唯一留下來歷史資料 下面的圖是包商畫出來的設計圖 可是我們現在看了差額將近快二三十公分 那我就不知道這樣子的設計到底合不合理 那我們從沒有古蹟修復以後 我們講到所謂的歷史真實性裡面 其實它是一個不符合的 另外我們開始要談到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說對這個位置的階段 這個位置階段其實我們以前這裡有可能 跟市府做了一個開了一個會 但是這是周副市長開的 因為我們講他黑箱作業 那這個時候在我們散發出這個訊息 周副市長找我們進去談 也就是說為什麼在我們還不知情 就文化局已經對外講說已經跟民間團體溝通過了 那他也是要做了一個決定 說我們通通都不知道的一個狀態 那我要跟各位媒體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跟周副市長要求一個是 開洋場的所謂的公庭會 但是這兩場的公庭會 我們要跟你講 他其實是一個人只能講三分鐘 也就是說他沒有把專業拿出來做一個辯證 那所以他就讓民間繼續有這樣 這樣子的炒下去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從位置 從這裡的施工材料性 一個施工的材料性 或是所謂的一個圖面的真實性 我不想說讓柯市長再繼續錯下去 不想說這個鼓起 修復好以後 看到柯市長被罵 所以我們今天也 在28號我們要即將召態公庭會之前 先提出這樣子的訴求 謝謝 好謝謝北投車站 新北投車站的蕭老師 那北投車站 其實新北投車站大家都非常清楚 它其實有十年漫長的爭取的過程 那有另外一個古蹟 比新北投車站爭取的歷史可能更悠久 就是在我們大龍洞的陳岳祭祖宅 這裡其實也有一個非常非常緊急的 古蹟修復跟 就是私人利益的糾葛 那我們也請陳岳祭祖宅的陳慶忠老師 來跟大家說一下這個